你好,今天想跟大家講一下一個名詞叫做無聲辭職 quieting 在外國尤其是在大職潮之後就出現了這個terms quieting就是中國有一個類似的術語叫做躺平 即是說工作的人他只是會按張工作去到下班之後就會準時下班 下班之後就不會加班加點也不會理公司的事 只是做些最簡單的事 現在香港經常說搶人才我經常對這個terms有點問號 因為人才就不是靠搶 就等於好像老婆那樣老婆不是靠搶 是靠吸引力吸引距離 你只要提好一些好的條件 你本身是優越的時候自然就會吸引人 要去知道年輕人想什麼 其實做一些調查 在聯合國17個SDG裡面究竟年輕人關心的是哪三個SDG是最關心的呢 其實有三個第一就是叫做SDG3 良好健康與福祉 SDG4 優質教育 還有SDG11 可持續發展與社區 記住我們現在的管理層大部分是Generation X和Generation Y 他們在一些要求生存的環境裡面成長 跟今時今日的Z世代或者Generation Alpha 他們想的東西會不同 現在由於他們的物質是很豐富的 他們關心的是Work-Life-Balance 還有一些理念 這些理念如果企業跟他們不是一樣的時候 很難叫他們做事 那個理念就是企業賺不賺錢 對於他們來說未必是一個最重要的選項 反過來的理念跟他們一樣的 他們可能會賣命工作 即是等於現在我們經常講的電視台 那些藝員或者職員 編導、攝影師 因為他們對那個工作的熱誠 哪怕工資不是那麼高 他們都很向往去做 那在大辭職潮 或者最近幾年的COVID 大家都習慣了Work from home 還有一個禮拜翻不足五天 可能翻兩三天已經可以 還有雲端的工作的分配 令到他們是希望可以多一點時間 去自己做自己的事 那所以今時今日 坐在冷氣房Generation X和Y的人 就要代入去他們那裡 去想整個以後那個工作的理念是怎樣 怎樣的模式是怎樣 怎樣可以令到他們更健康 享受到整個發展的福祉 還有怎樣可以變成一個可持續的城市 今天想講的躺平或者叫做Quieting 就到這裏了 有什麼可以留言大家聊一聊 拜拜